四川的一家动物园内 饲养的家禽接二连三的死去 眼前地上躺着这些鸟类尸体 其中不乏国家保护动物 它们死相凄惨 有的身子缺了一半 有的羽毛被拔了个精光 经过仔细寻找 这才发现 原来竟是一只野猴作祟 这里有着上百种珍稀鸟类 它们各个艳丽无比 在这里我们能直观感受到鸟的欢快 可让饲养员痛苦的是 今天刚来 就发现自己饲养的许多鸟死亡 虽说它们也会有内斗 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夸张 而且据它所知 它这里也没有食肉类鸟 怎么有的身体还能缺失一半呢 毕竟是在人为环境下生活 难不成是这里的建筑 导致它们受伤 可经过痕迹比对发现根本不可能 这里的建筑物 几乎都是为了它们能有个落脚地 这才搭建了许多 然而水池中也发现了鸟尸体 它们死亡地点非常不规律 这种事情绝不可能是鸟之间发生了什么 饲养员经过仔细检查 这才发现 竟然有其他动物偷偷溜进来了 可这究竟是什么动物 才能对鸟造成如此伤害呢 动物园鸟频频死亡 没想到净是野猴作祟 在饲养员的仔细检查下 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脚印 仿佛是其他动物的 可它们就差绝第三尺了 也没有发现任何动物出没痕迹 就算是有陆地动物 它们能让鸟在空中死亡 也绝不可能啊 直到这天 鸟类管要进行正常维护 就在它们刚上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外卫大网 竟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破洞 这个网即是为了保护鸟不飞走 也是为了避免其他动物 对它们进行骚扰 现在已经顾不上 大洞是怎么来的了 它们只想知道 现在场馆里 是否还有别的动物存在 不然自己的鸟 早晚有一天要都搭进去 就在饲养员随着大网摸牌的时候 一只小猴子出现在了它的视线中 猴子在缝隙的鸡脚 嘎拉里钻来钻去 饲养员跟随它的轨迹 一点点探查 猴子在上面荡来荡去 他急忙安排人员进行修补 自己则爬上了高空 准备抓捕猴子 猴子可太灵活了 他虽然知道饲养员来抓他 可他硬是等着饲养员爬上来 这才跳开 速度非常快 而饲养员在上面就连站稳都很困难 说不定猴子使个坏 他今天就得交代到这里 没办法的他只好下去另想他法 难不成对猴子一点办法都没了 野猴闯入鸟类场馆 大肆屠杀珍贵飞禽 猴子刚刚进入场馆 就被一只麻醉剂射倒在地 现在的他软啪啪的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这正是他们的计谋 特意为猴子留下的一个洞 一旦猴子进出 守在洞口的人员便可迅速发出麻醉针 使其当场昏迷 然而经过统计 这里面至少还有四只猴子 他们太聪明了 看到同类被人类抓到 便十分谨慎 可也不能放任不管 他们悄悄地将几个带有机关的大笼子 放在了猴子的必经之地 他们全都退出场馆 猴子以为安全了 殊不知笼子里的美食 正是他们的最后一顿 刚刚开始享用 硕大的铁门当当一声关注 猴子们吓得扒在栏杆上不断摇晃 一直朝着周围人类不断自压咧嘴 现在饲养员恨不得弄死他们 因为他们自己这里差点就不得了 他还没算账 猴子倒开始叫嚣了 其实这都是山里的野猴 他们长期生活在洞员的山上 虽然不被洞员收养 可依旧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组建了自己的领地 他们一开始也是动物园的一份子 可由于重建 便将他们都放生了 有些远走他乡 有些在这里住了下来 这次他们要被送到更远的地方 虽然被放生归为野生类 可平时动物园对他们也不错 有吃有喝 现在这样坏规矩 实在是让他们无法接受 就会让他们无法接受